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和姐姐又出发了 我们刚刚从哈密一直城区 一直往吐鲁番的方向走 现在正在三二八省道的路上 刚刚经过了这边的一个检查站 然后就稍微停留了一段时间 现在准备收拾收拾擦一下玻璃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开了 给大家看一下周围啊 都是戈壁塔都是荒漠 真的是这一路上又晒又热又烦躁的 就很大颗碎 大家看这边啊 一望无际的戈壁塔荒漠 就路上一颗树桶 感觉还蛮热的 蛮温的这个地方 刚刚是大太阳 我在车上真的是活昏欲睡 困死了 现在啊慢慢是阴天嘛 然后有一点风吹着还蛮凉爽的 然后在这边啊 每辆车经过这个检查站 基本都要停留的 要去检查你的行程码 路江申报 长所码 核酸检测的报告等等 就是这样子 要检查通过了之后 才可以通过这一个检查站 好了继续往前开了 接下来呢是由我来开车 我们在新疆哈密待了四天之后 开始骑程去吐鲁番 哈密距离吐鲁番400多公里 我们查询高德地图后 决定沿着328省道前往吐鲁番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我们在到达南湖收费站的时候 被工作人员劝返了 现在有点郁闷了 我们刚刚到这边 这个南湖的那个收费站 结果咧 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说 从哈密到南湖 从这个收费站一直过去 没办法去到吐鲁番 他说那边在修路 可能要修到7月份 我们这辆车到时候过不去 然后现在有一点不好的地方 就是极有可能我们要从这边 继续往回开个 七八十公里 五六十公里 然后不懂怎么说了 现在有点烦躁 姐姐正在去问一下别人 就是这个收费站了 那个工作人员说 我们这辆小车车过不去 然后呢 刚刚从那个一直开过来 有一辆白色的车 所以呢我们就 姐姐就过去问一下 看是不是那个 从吐鲁番过来的 看来知道了 啥情况 什么情况 那师傅说可以走国道312 312我们这3128好像 对 然后这条路他说其实也可以走 就是风大 一般都是大货车在走 那咋的 啊 救急 又是一辆车经过 然后又被劝回去了 这边是真的走不了 去不了 吐鲁番啊 沿着328省道 去吐鲁番 显然是走不通了 所以我们只好返回哈密 重新要到 也就是说我们多走了 将近170多公里 这要到之后 我们就进入了一路不停开车的模式 路上经过一望无际的戈壁滩 当天风还蛮大的 时不时会有横风区 吹起阵阵沙尘 现在呢 已经起沙尘暴了 它路面已经看不清楚了 前面那岛会猛猛的 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 那沙子直接往路面那吹 风还特别大 这边呢 有很多警示牌呢 都是警告 注意横风 就是那些风呢 就是从你的车身旁边吹过去 真的就感觉 特别是你车开得快的时候 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车 有点跑偏 再加上我们这个车子呢 本身不够一吨重 所以呢 中量上不但有事 你看这些沙尘 都在路边 飘下来了 今天的风沙有点大 我看那边有好多只骆驼 他进了 我这个温暴雪的鱼 就会超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朋友们 我们现在来到了善善县 然后准备要去办理入住了 现在是晚上的9点40多分将近10点钟了 开车开的真的是有点累 我现在拿东西上上去办理入住 这就是我们今晚要入住的酒店环境了 感觉还是蛮干节整洁的 你看看 干节节 摇眼 现场飘水 太假了这反应 刚才也没见你弹起来 不做 不做 看见后面这幅画真的很好看 这个好像是美国纽约吗 应该是吧 感觉还蛮有艺术气息的 然后周围的墙壁 那个壁纸颜色还是蛮 蛮游和的 然后加上这个灯 不得不感叹 比之前的某一家酒店的灯要亮 它好多 晚上的东西很亮 68块钱 对 关键是才68块钱 我上次住的那家便宜 五块 对 便宜了四块 依然还能拿一瓶矿泉水 但是我今天费了一把二多块钱的油 只能住在这多住两瓦 因为我们今天都跑了两百多公里 是因为我们导航的路线 他走到一个收费站的时候 收费站的管理员里面说 前面修路不能走 搞得我们又得掉头回来 再跑一百多公里 所以来回就将近一百八 对 新疆是真的很大 我也觉得 这一站距离出发点它就是很远 嗯 就差不多一百公里了 嗯 我们从哈密出发 搞得回来又掉头换了条路 哦 嘿嘿 累死了 累死了 嗯 好了 那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然后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